我们静静奔向到最深的地方 愿你的声音宁静温暖如海洋 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英元小剧 我们非常期待在这个时刻与大家见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请到的是艺术工作者蒋勋蒋老师 和我们谈的是中国美术史 在今天的中国美术史 蒋勋老师要我们介绍的是 汉代的庶民生活艺术 我们今天大概会把四个单元的汉代艺术 做一个总结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过汉代的艺术 在镜子里怎么去表现它的宇宙观 它的哲学上的田园地方 那我们也介绍了上层的贵族宫廷的艺术 第三个单元我们介绍了 它的边疆少数民族的不同的表现 可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说 在这个大汉帝国里 绝大多数的人是农民 那这些农民他们难耕与之 他们过着一个很简单的生活 那他们有没有艺术 因为我们总觉得农民的文化 好像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文化 他们过日子也过得很辛苦 所以好像他们没有艺术一样 可是我们在现在挖出来的 汉代的很多的艺术作品里 有绝大部分是跟农民生活有关 什么叫农民生活 就在农忙的时候 插秧收割他们非常的辛苦 所有的农民都一样 我想全世界的农民其实都差不多 日晒雨林跟土地跟大自然的搏斗 那有时候会碰到旱灾水灾 可是他们永远是对土地最有信仰的一群人 所以等到收割完了 如果今年是丰收 他们一定会有节庆 他们会去谢神 他们会打起一个鼓来在街上就唱歌 然后民间一直有所谓的秧歌这个东西 就是插秧的歌 就是祝福所有的秧可以长得很好 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农民 他们不是艺术家 可是他们会在这个节庆的时候 他们自己就扳演了歌手跟舞手的角色 其实今天还是 如果我们在比如说民间的庙会里 你就会发现这些人就出来了 然后上身赤裸着 手上拿了一个鼓锤一个小鼓 一面打这个鼓一面再走路 然后他一定会做出好玩的动作 逗人家笑 舌头也吐出来 然后那个臀部也翘起来 可是这个是非常民间的东西 我看到这些人作品 我就觉得有一种快乐 而这个快乐是说 其实这些人是生活最辛苦的 可是他们从来不让人家觉得他辛苦 他反而在浓忙之余 只要在节日的时候 他就好好的尽情地开开心心 那也让我想到我们第一个单元讲到 镜子上讲的日游喜 就是你每天都要让自己很开心很快乐 是你自己要让自己开心 那不是愁眉苦脸 所以很奇怪 有时候你反而觉得 宫廷贵族的艺术 文人的艺术 里面很多的感伤 对于生活的忧愁啊 这个东西 可是农民的艺术里面有忧愁 他永远欢天喜地 你可以看到这个人 他在弹一张琴 那这个作品里面 你可以看他脸上的那个表情 就是在弹琴里面的陶醉 那种陶醉感 我们也看过再晚一点 比如说 大概在魏晋南北朝的竹林七贤 他们也有弹琴图 可是那个弹琴就里面好多的忧愁 可是我觉得民间弹琴的时候 那个脸上全部堆满笑容 而他的左手右手 其实你可以感觉到在弹琴的时候 那个左手的那跟右手的拨弦的感觉 而且他身体有一个动作 他这个琴就架在他自己的腿上 然后还有一个斜度这样去做 我看过这件作品的原件 非常的漂亮 就是你会觉得一个音乐家 在弹琴的那个过程里面的 所有的身体的动作 跟活泼全部出来 脸上的表情也是 那我们特别要讲说 谁在做这样的艺术作品 因为这些艺术家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更不知道谁在做这个 如果说今天我们讲艺术家说 这是米格朗基罗做的艺术作品 谁做的 不是他们就是农民艺术 他们觉得生活里面忙完了以后 要为自己快乐一下 他们就去捏捏捏捏出一个人像 去做一个作品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 汉朝的这种天长地久的感觉 那个天长地久这四个字 是说人要过日子 要过得让自己开心 所以他最后 比如说在汉代的画像砖里 常常在一个方形里面 刻他们自己的城门 就是一个城 这是我们居住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能不能爱我们的城市 他们就把他们的城门刻在上面 这个城门我想是一个南边的门 所以有朱雀 我记得我们第一个单元讲过 他们有四个城门 那东边的城门是青龙 西边的城门是白虎 那北边的门一定是玄武门 那右边就是最南方就是朱雀门 那现在你到日本的京都 它还是朱雀大道 就是向南的 所以这个是一根南门 通常南门也是最热闹的门 常常是夜市什么都在那边 所以他就出现了一个汉代的 我觉得是有一种家园的符号 这个符号常常出来 在很多画像砖都有 就是让你觉得 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要爱我们自己的家园 爱我们自己的城市 那我觉得这个符号 它不是一个国旗 它不是一个政治符号 它是一个你自己爱你的土地的符号 就是我们辛辛苦苦建了一个城 我们要好好的守卫这个城 那这个城门打开 让你觉得说 好像你面对这个城门的时候 有一种自豪 这是我的家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个造型 可是里面有一种对称 有一种平衡 然后里面也有一种生活的真正的喜悦 所以在树迷艺术 有一个特征 就是它绝对不离开生活 它所有的艺术的内容 制作的内容 都完全贴近到生活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 汉代的这些作品里面 都在表现跟他们生活有关的一些部分 比如说可能是种田或者收获 像这个画像砖里 我们可以看到 它把各种不同的农民的东西表现出来 他们手上拿了一个很长柄的镰刀 我想大家绝对看得出镰刀是什么 就是他们在收割 可是这个人不是在收割 他手上拿了一个一袋东西在播种 那当然我们知道播种跟收割 不应该是同一个时间 可是他把它表现在一起 就是说这个就是田 一道一道的田 可是农民的生活是什么 农民生活就是永远 我们讲透早就出门 然后他就是要去插秧的 然后他要去收割的 他能够去把植物种植起来 所以这些题材 也许今天我们会发现 艺术家很少表现农民生活 那可是在汉代的艺术里 大部分都跟农民生活有关 等一下大家会看到 我举了好多的例子 可能跟农耕有关 跟织布有关 跟养猪有关 跟养鸭有关 我相信今天没有一个艺术家 会想到说 我要去画一张画是什么养猪 可是汉代出来 一个一个的作品都是养猪 因为养猪是农民非常重要的副业 而且养猪代表他生活里面的富有感 我们知道汉字里面加这个字 就是屋顶底下有猪的 你有猪表示你富有 所以他们就做好多的作品 都是养猪的东西 那么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都觉得农民很保守 可是在四川的一个雕刻里 现在常常被介绍说 一对夫妻相拥抱 竟然变成雕刻 我看到这个作品我吓一跳 因为我们过去都觉得 汉人很保守 好像男女授受不亲 可是这是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反而表现出 夫妻恩爱 夫妻亲切的那种情感出来 所以因此我会觉得 我们可能对于汉的文化 也有一种误解 说不定我们过分把它 庄严化 当你不是看宫廷贵族的艺术 特别是看农民艺术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其实他们活泼的不得了 因为农民本身有他的自由 也有他的开心 他们在生活里面是很能够为自己找乐子的 虽然穷 可是他会想办法让自己快乐起来 所以我记忆当中 我的童年还有很多的农民 你会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容易开心的 在庙会的时候 他们自己就扳演出演戏啊 然后霸家将啊什么 他们都没有专业的艺术家 可是他们自己就是艺术家 他们也会剪职啊 什么东西都会做 所以美术音乐舞蹈 他们都自己来 所以我后来特别为这个东西到 像云贵这一代 贵州现在的挪戏还是如此 就是由农民 他从田里面出来 他就开始化妆 就开始演戏给你看 所以他不是专业的艺术家 那这件作品是非常了不起的 你可以看到一个鼓手 他打鼓打到那种快乐时候 那个脚翘起来的感觉 他可以把农民的文化 完全传达出来 其实我们现在在庙会 可能还看得到这种人 我记得在日本也有 就是到某些节日 他们头上就拿那个布绑起来 然后就在打那个鼓 那一路吆喝一路走 那我问了我的日本朋友 他们说现在 就是他们那种节日的时候 这个人可能是董事长总经理 就是那种电子新贵 可是他会回来 就换了那个衣服 然后就开始打那个鼓 因为他很想参与 他觉得参与了以后 他在都市里的那种不快乐 都会忘掉 那所以因此我会觉得 汉代的这种庶民艺术 今天其实有很大的 对我们的启发 就是为什么都市里的人 变得这么不快乐 是不是少掉了这个角色 就是其实除了职场的部分以外 我们也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如果说每一年有几个节日 我们可以去回复 这样的一种快乐 那其实我相信他绝对不在乎他的鼓 打得好还是不好 可是他一定可以掌握到 他自己生命的那种 很自在的那一面 那这个时候他就是一个好的鼓手 我觉得这种对艺术的看法 跟今天专业的角度 是完全不一样 我也相信学院音乐系 训练不出这样的音乐家 因为这种音乐家 是有从生活里出来的生命力 所以我到陕西去看到 他们打鼓的时候 那个央歌的打鼓 哇真是震撼人心 那漂亮的不得了 那下面我们就看到 他们贴近生活到什么程度 就是他们的艺术家 会做一个猪圈 我们在这里看到 很明显就是一头母猪 这头母猪刚生了三头小猪 所以三头小猪爬在那边 在吃他的奶 我们知道这是民间 最开心的事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常常到朋友家 他们家养猪 就贴一个红纸上 六处兴旺 就表示说 鸡鸭鸭猪能够一直繁殖是最好的 那所以他们常常会做出猪 已经生下小猪了 而小猪正在吃奶的样子 那刚才我已经提过说 今天大概没有一个艺术家 会想要做这样的作品 因为他的脑海里 不会认为这是艺术作品 可是汉潮很奇怪 他就觉得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表现生活就是 就是最美的东西 所以他们反而在表现 那我也觉得说 我们今天 比如说我如果要去画这个东西 我可能也画不好 因为我对于这样的生活 我已经脱节了 可是不要忘记 就是做这个东西的人 他自己本身是萌蜜 所以他每天都跑去看那个猪 他每天都看了那个小猪仔 在吸奶的样子 所以他就会有那个感情 他就会做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 很多地方都有汉代的 就叫做绿柚桃的猪圈 它是用土捏一捏 以后上绿柚 所以这种材料也很简单 就是泥土 用泥土做出来的 可是以现代雕塑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品 而且常常会让你觉得 从上面俯瞰的感觉 因为过去我们邻居养猪 你都会觉得每一家 比如说我们门口都有一个 放喷 放那个收水的那个罐子 然后就把那个厨余 去给这些养猪户 他们去喂猪 我们有时候也跟去看 就从上面去趴在那边看 因为它是比较低的一个猪舍 所以我们就趴在那边看 所以大概就是我们看到的 汉代的艺术的作品 那么这是一个陶鸭的卷 就是养鸭子 那这个是我真正有感觉的 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 真的养很多鸭子 然后他们平常也都到淡水河 就也不回来 可是到黄昏 我下课的时候 他们大概就回来了 所以我就负责说 去喂他们吃东西 然后你会发现说 它对你的熟悉度到什么程度 就是这个鸭子会远远就跑过来 因为你要喂它吃东西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只鸭子 它翅膀是张开的 表示它从最远的地方飞过来 因为主人在哪里 主人在这个位置 所以所有的鸭子的头 都是朝向那个主人 因为它知道 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喂鸡 咕咕咕咕这样一叫 它就来了 那鸭子也有一定的叫法 而这些动物本身 已经不再是野兽 我们讲边疆艺术说野兽 现在他们是家畜 因为它跟人亲近 所以汉朝的农民艺术 都在表现牛啊羊啊 猪啊鸭啊或者鸡 因为他觉得 这是他们生活里面 最快乐的东西 跟他们有一种亲近感 所以这些鸭子 我想今天真的艺术家 也很少人去做 因为脱节了 跟这样的文化已经脱节 所以我一直觉得 讲汉代的农民艺术 跟树民艺术 一定要注意到 这个生活的基础 那我觉得我们的生活里面 其实还有很多人 是过这样的农耕生活的 那所以这个部分 他们看到会很亲切 他们会觉得 他们喂鸭子的时候 鸭子真的就是那种 充满渴望跟期待的那种 那种感觉 它里面有一种生命力 然后你也会觉得 它有很大的生活的喜乐在里面 我们就讲到说 艺术为什么一定要表现悲苦 表现忧愁 那艺术当然也可以表现喜乐 可是今天 有时候我身边的艺术的朋友 跟他说去表 感觉喜乐跟欢喜 他不知道 因为他觉得生活都是忧愁 都是悲苦 甚至他去想很绝望的题材 要去表现很绝望的题材 那可是我们看到汉朝 他们也开始养宠物了 他们养的宠物就这么可爱 他可以把一个狗做出这样 这个其实是绿幼桃 可是绿幼桃在火温不同的状况 有时候会变化 就会从绿幼变成喝红的幼料 这件作品在上海美术馆 非常可爱 每个人看到以后都喜欢得不得了 就是他真正把人养的 那个宠物的那个快乐 养出表现出来 因为我们会觉得动物 你亲近久了以后 你会觉得像家人一样 那他跟野兽的那种防卫跟伤害不一样 就是你会觉得 你一看到宠物你就会去想抱他 然后他也想在你的腿边蹭来蹭去 他有一种人的体温的亲近 可是野兽你一看到你就会防卫 就会躲避的 那我觉得汉朝的动物最美就是 全部变成跟人有亲近性 他可以把那个跟 就是看到主人回来了 本来趴在那边立刻抬起头来 那个舌头要吐出来 要开始去撒娇的样子 就立刻传达出来 所以有人特别出了画册叫做汉犬 就汉朝出来很多很多 以狗做土体材的雕塑 那说明狗已经变成人类最好的朋友 那他可能是宠物 他也可能变成帮你看门 或者帮你去防卫的一个动物 所以有的时候他会甚至会牧羊 会管理家畜 所以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一类的狗 你看他绑了这个东西 很明显他已经是主人的狗 就是他是被人养的狗 那么西方还有学者专门写过 这是全世界第一个 用这样的绑法去做狗的训练的一种狗 就他可以绑在家门口 然后有他觉得陌生的人来说 他会露出牙齿警告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讲到的说 这已经完全是被农民的文化养出来的 可是这个造型非常的精彩 跟刚才的那个宠物的那种 撒娇的感觉不太一样 所以那个狗的变化 我们今天只举了两个 可是我看过各种不同的汉狗 汉犬 就是有上百种不同的姿态 就各种样子的 可爱的不得了 那我们就会觉得 如果我们不刻意要求 艺术是表现很特意的伟大 你会很喜欢汉朝 因为汉朝就是把所有的艺术跟美 就贴近到最平凡的一般民众的生活 让大家觉得可爱可亲 那所以我想在这四次当中 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对汉代 有一个不同的理解 那也重新再问自己一次说 为什么我们叫汉人 汉文化 汉语 因为其实也许我们可能是美贝南族 也可能是蒙古族和满洲 可是有时候我们已经把汉 变成一个文化的象征了 是 更大的一个包容力出来 是